爱上巧克力见面会 让南台湾暴动啦 下面南台湾要暴动了吗 哦不 这可不是什么抗议游行哦 而是三粒八点花剧爱上巧克力 日前特地南下高雄百货公司 举办见面会的盛况 最终主要演员吴建豪 乔乔王子司令 一出现不仅让现场陷入疯狂 还有日本粉丝特地来台学中文 就是为了要嫁给Fanace 在爱上巧克力的见面会上 除了有大胆告白 握手加抱抱等活动位 重头戏之一 绝对就是演员亲自 为粉丝吃巧克力啦 这可完全融化南台湾粉丝的心 但这样甜蜜的举动 Fanace跟司令心情确实大不同 我觉得还 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 然后因为那个粉丝里面很可爱 还在16岁而已 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青春 然后为她的同时 就她的娇羞有感染到我 后来我就是也就 我刚才没有为我的那位先生 先生 你的那位先生 或许巧克力传情的活动 让王子感受到 如爱恋般又甜又苦的滋味 再加上剧中男女主角 Vanesse 巧巧感情似乎有了结果 甚至连司令饰演的威力 都有了对象小小 让王子忍不住跟编剧争取家戏 可以和宅男女神瑶瑶 谈一个三角恋吗 现在想说高 会不会跟瑶瑶跟斗志孔呢 就是有一段三角恋 我真的很期待就是 少女杀手和宅男女神 会有什么发展 我觉得这画面确实是很好看啊 如果可以动输什么三角恋的话 有着高人气及收视率的加持 爱上巧克力 证明了八点滑具 无可抵挡的超强魅力 但更加厚康的是 一手打造滑具王国的三立电视台 又将推出我们发财了 让你可以一路从八点看到十点 开心一整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